假如今天我想要去开一个卡片的形式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教你A4的卡片 然后进来之后再改版面的大小 难道没有一次到位的方法吗 所以点选档案底下的新增 点选新增之后 这边有一个其他空白页面的设计 所以点选它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先挑你的出版物件 出版物件 制造厂商你可能不太了解 请问有没有听过什么A版 A4总有听过吗 它是什么A版 A版 B版 它有这样子的区分 不过制造厂商这边我们就不先去管它 我们要管的应该是你要出版的 假设是海报 海报里面就有很多种形式了 很多种不同尺寸 可是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小张力点的赫卡 所以点选赫卡 赫卡里面我们再去选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要选择横式还是直式 例如说选择直式的一张赫卡 那你大概在脑海里面你想一下 15公分宽 21公分高 约比一张A4的纸 稍微宽度窄一点 对不对 高度也窄了一点 可以吗 大概知道 要想象一下它的尺寸大小 可是绝对不是A4了 这跟刚刚我们之前 所有举的范例都是拿A4来去改 版面大小是不是就不太一样 所以就点选这一个 然后点选什么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 那个卡片 卡片 怎么它还是这边叫做横式 所谓横式是 因为我现在选择的是一张 就是由上到下排列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是左右翻的 它是以翻的方式来去呈现 所以它叫做横式则卡 翻 你打开卡片 是不是左右翻 这叫横式则卡 那如果是我设计 我的那个贺卡是横向设计的 记住哦 横向设计 请问你的字是不是都要由左打到右 直向设计的话 当然字都是由上到下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上下来去呈现 所以它就变成直式的一个则卡 好 例如说我现在选择这种方式 然后接下来这边 色彩配置 看你要选择哪一种的配色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又不是学美工的 为什么需要设计这个色彩 因为它这里面 它都已经帮我们配置好了 就是说里面如果你用到什么颜色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几种设计 像例如说 这种设计好像感觉就是比较偏 那种是style的风格 中庸风格 所以这边请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那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我就选择一种 例如说日落 再来字体 字体如果我希望我的字体 你有看到吗 这里面搭配了几乎都是英文配中文 可是有看到什么微软正黑一体 我建议各位就说 如果在选字体的时候 如果在选字体的时候 您不妨 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no2 no2是后来我们装的 而且它也不是微软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只能请你就是选择这个 微软正黑一体 因为它比较好看一点而已 因为我们都是设计中文字 如果你是设计都是英文字 那这边你就可以选别种 例如说像这种蛮漂亮的 接下来呢 在这边我们就直接 还有这个商务资讯 这等一下我要交的 商务资讯不是有很多种吗 等一下我再跟你分享 点选建立 这样我是不是 这样我是不是那个建立了一个卡片 然后呢 它说要自动插入页面吗 这个出版物的那个版面配置是以四页为一组列印 好 所以你的出版物现在有一页 选择是 它会自动再插入三页 因为卡片 卡片用我选择直式的卡片 有分左右 然后还有背面 左右是不是就两面 然后背面又两面 好 二三四 怎么看呢 这是我们一刚开始看到的那个封面 然后接下来这是内容页 内容页 再接下来这是翻过来 就是完全不做任何设计的 了不起这边 了不起这边可能会打上那个公司的 就是卡片制作的公司 通常这一面是完全不做内容设计的 而封面一定要设计 然后内容页大概就是写 就是留下一些内容 方便去打字 好 祝贺它什么什么 OK 麻烦请你们开启一个新的空白的卡片 好 那当然我想 我觉得我们在制作这一张卡片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就会先去思考一下主题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做圣诞节的卡片 不要求多 好 而且我们那个内容 内容可能各位去思考一下 圣诞节嘛 可能就会有圣诞公公 好 那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什么灵感 你可以朝这边这边来去 先参观 先看 然后思考一下 有没有哪些可以提供给我们借鉴 你有没有发现哦 几乎都有背景耶 所以我觉得第一关 我们先来设计背景 背景的设计 卡片的一个精髓好像就是用漂亮的一个背景 那例如说背景 背景都不是单色 但是这个就没有背景嘛 好 然后里面再放什么 可爱的圣诞卡片的 例如说插图 然后接下来呢 再放Merry Christmas OK就结束了 OK 这大概就是我们主要的那个封面页的一个设计 封面页的设计 好了 那请问一下哦 请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设计出 因为例如说假如我今天设计那个渐层 渐层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上面是黑色 上面是黑色 下面呢 上面是深蓝色 下面是比较浅一点的蓝色 下面几乎又回到那很深很深的蓝色 好 那这个渐层怎么设计 所以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样子的渐层 这样渐层请问 它是不是一个水平的那个光来去排 所以在页面设计 然后这里有一个背景 背景这边有单色背景 有渐层背景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选其他背景 因为当我今天我点下去之后 它是不是就填进去了 好 可是我要蓝色 深蓝色到稍微浅蓝一点 然后最下面又到深蓝 所以这怎么设计呢 背景这里 其他背景 其他背景里面 因为我用的是渐层填色 渐层填色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选了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所抓的颜色 这边所抓的颜色 其实可以去做调整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现在点选 确定 它是不是就填进去这样子的颜色 好 我先还原 还原一下 然后背景 其他 然后 这边的一个调整 这边是不是浅浅的一个粉色 然后这边是不是深一点的颜色 这边又比它来的深一点 好 它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表达渐层 那你也可以用 例如说换颜色的方式来去表达 例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要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 我是可以修改的 例如说我要深一点的蓝色 深一点的蓝色 接下来这个地方 接下来这个地方的颜色 这个地方的颜色 改一下 改成浅一点的蓝色 例如说这个 有看到吗 深变到浅 那重点是 这个距离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距离就是从深到什么程度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调 调整另外一种更浅一点的蓝色 然后这边 这边这个颜色 我把它调成很深很深的颜色 例如说这个 甚至到黑色也可以 这边颜色 你看颜色的变化 是不是深蓝 就是蓝色慢慢到黑色 好 那请问为什么 这边为什么调到比较亮 因为越接近地球表面 因为有灯光 那所以这边呢 这边要稍微做的什么 有比较亮一点 那这边呢 因为有月亮 所以还有星星 所以要做稍微 比这边稍微更暗一点 可是又比那个 最外面那个深蓝色 稍微亮一点 可以吗 那这中间 你可以随便再加一个 就点它 可以这样子拖曳出来 就没了 点一下是增加一个 然后按住它 然后按住它 搬下来 就没了 好 那请你们就是自己来去调一下 调一下这种感觉 好不好 来请你们动手做 建成背景的应用 因为我们学做卡片嘛 所以多多少少要自己花一点心思来去设计 那我们接下来画一点房子 然后呢 房子里面多少 多多少还要有一点灯火透明那种感觉 所以呢 插入图案 画一点小小的 这个格子的颜色呢 当然可能就是要画 例如说黄色 黄色 然后边 我们就不给 不给予任何的边了 然后直接 例如说放到这个地方 代表那个灯火透明的那种感觉 远远看过去 尽量不要选亮黄色或白色 好 那 Ctrl键按住 可以再画第二个 颜色稍微填 暗一点 就是不要说都填一模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翻到这个地方 填个颜色 当然你也可以设定 设定那个大小 设定颜色 设定物件的大小 也是可以的 好 象征性的画几个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们先就画房子好了啦 那我可能还是 为了节省时间 我还是要查入别人画的图片 比如说别人画的圣诞老公公 这样子冷冷清清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一点温暖的 因为背景 背景只是为了去做一个铺陈 所以我们可以用暗色系 没有问题 但是主角 主角 比如说圣诞节快乐 这些 我们可能就要变成暖色系 插入线上图片 我们先画月亮好了 月亮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建议我们来去开一些什么 Photoshop的课程 对不对 好 那月亮 月亮是黄色嘛 边我就改成无色 这个无色的边框 然后因为是月亮 月亮我就想说图案的效果 改成揉边 比如说25 有看到吗 就是去做出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觉得太朦胧了 那我们就改成 因为这个等于说这边尝试来去做 或者是揉边的选项 你可以自行调整 比如说10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月亮没有问题嘛 就是文字方块的应用 当然这边我们就不画云了 云怎么画 云的话就是用椭圆形 然后一个 两个 三个 这样不就是 这样不就画出一个云了吗 好 这样我们就不画了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了 我们来看一下 插入线上图片 因为这样感觉像中秋节 对不对 因为中秋月亮蛮大的 好 线上图片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输入 因为这边我们输入的是 Bing Bing Bing是微软公司开发出来的一个搜寻引擎 就跟Google搜寻引擎是一样的 它就是叫做Bing OK Sandar 就是圣诞 然后去找 找这个图片 插入 比如说放在这个地方 卡片好像感觉就差不多做完了 请问一下 你可以 你可以从 你绝对可以从 一开始到 一板 例如说好了 请问这月亮可不可以再加工 可以啊 上面加很多的云啊 或者去做凹凸凸凸 你绝对可以把这个黄色点画的有的大有的小 颜色很多形式 建筑物 例如说我画101A对101大楼在对面 好 然后101大楼 这底层是不是也可以画说那个低层云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不是为了真的要教你美工 我们重点是在哪里 是海报而不是美工 可是海报里面你要是没有一些美工 又怪怪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提醒你们 那最后 最后我想要再插入 插入什么 圣诞节快乐嘛 对不对 请问这样应该就不太像中秋节了吧 OK 我们下一点文字艺术师 文字艺术师这边有很多种 这边有很多种 例如说我就选择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种 就是单净简单 例如说我选择 选择这一种好了 选择 太多种好像也不太好选 好 例如说选择圣诞快乐 我想打中文字 圣诞快乐 然后这个字体 这个字体我想要改成 好 等一下你们找找看 好 例如说改成微软正黑体 然后呢 比如说放在这个地方 东西放置的位置 东西放在位置 这也是一门学问 可是通通都要教 可是你看 我这边我是不是画到差不多卡片的三分之一处 这个地方圣诞快乐 我也希望放在这个地方 而且你有发现 我是放在这个位置 这条线上面 还有为什么用黄色的点代表 代表那个灯 上下呼应 最好是小一点的 小一点的灯 只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画 好 就提供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那我们这张卡片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了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卡片的制作 例如说他在这边插入一个线上图片 他就是找月亮 为什么我喜欢打英文字 因为图片更多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个月亮的英文字 真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就是当你现在练习的时候 尽可能的打英文字 你看一下 例如说这个月亮 绝对逼真度比它来的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一个好了 这一个 插入 可是这个图片呢 它背景是不是黑色 黑色 我想你一定不喜欢 还有 还有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我们其实可以去做 在这个地方 设定透明色彩 就直接把它的黑色拿掉了 拿掉之后呢 我们放过来 可以吗 那我下面那个黄色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设成什么 更暈开一点 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哦 好了 那这一个身 这不太要选 好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移到最上层 移到最上层 这个图片格式 上一层 然后再把它拉回来 好 方向键调整一下 不过 我觉得这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可以吗 反正就一张卡片 我已经做完了哦 好 把它存档 档案 另存 因为卡片嘛 所以 浏览我放到 低词叠基底下 比如说今天 卡片 然后1130 然后点选什么 储存 好 卡片我就暂时先做到这个地方咯 其实我们就是 等一下如果说下课你还想要做再继续做 我现在必须要很残忍的请你再去换另外一个主题 好 或者是说请你点到这一页 请点到这一页 这边 这边有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会加那个框线 加框线知道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加框线 或者是我们这插入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页面组件 就是它已经放置好了 你就随便兜一兜都可以兜出一些还蛮漂亮的 还蛮漂亮 比如说假如我换这一种好了 我换这一种 好 放在正中央 正中央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就是无限的祝福 好 比如说 放一个无限的祝福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 好 最好是有那个输入器啊 用念的 用念的会更好一点 无论 不论 你在 任何 地方 任何 时间 我都在 祝福你 然后呢 这些字 这些字哦 看你要不要去改变它的一个大小 还有这个图片是不是要换掉 圣诞节有关系的嘛 请问圣诞节跟蝴蝶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可能就是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图片 又插入现象图片 然后再去找一个 我们已经有了月亮 有了圣诞老公公 还没有圣诞老公公 好 所以放一个圣诞老公公 好 例如说 这一张好了 你到时候去挑 反正哦 这边就只有 因为太多图案 所以导致你不好选择 好 例如说 假设我就放这一张 放这一张还蛮可爱的 插入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张图片跟它怎么对调 你必须要先把它 整个取消群组 整个取消群组 这个 这边是一个群组的物件 所以你不能选到这张图片 你选不到 所以你没办法去做这样对调 所以必须要先把它 它解散群组 所以滑鼠右键 群组 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之后 这张图片跟 这张图片才能够 才能够选到 然后你点它 是不是圣诞老公公就放过来了 好 可以吗 然后 接下来 这是左边 左边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 简单的设计 然后等一下右边我们加个框框进去好了 我现在用的是插入底下这个图片页面组件 页面组件 还有图片保留 保留预留位置 介绍过 页面组件真的有很多 真的值得你们自己再花时间慢慢去看 好 然后关掉 还可以插入物件 例如说页面组件 例如说月历 其他月历 好 甚至还有框线 对 我现在就是要教你框线 框线 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它就是一条线 把那条线做得很漂亮 那当我今天拉到下面 有看到框架 框架就是整个满板 边框 好 那例如说我现在我选择 这一种也算是框架 只是它强调标记 好了 我现在想要教你的是这一种 因为很多同学会询问 很多同学会询问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当它今天放大的时候嘛 放大 然后移到这个地方 它会觉得 它会觉得说 假设 假设它希望哦 把这上下再调整一下 顺便我教你这件事 上下再整个调整 记住 滑鼠右键 你一定要先取消群组 否则它没办法让你去单独 针对什么来去做调整 其实它这里面 它有做了那个 就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就对了 好 所以 所以我现在呢 我现在把 反正就是这个物件 我先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 等一下 选到它 滑鼠右键 取消群组 取消群组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去做调整 还要再取消群组一次 因为这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一个 好 它是不是还群组住了 所以取消群组 有看到吗 这个 往上调一点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这样才能够调整 否则你不能调整它的大小 好 我只是要刻意的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 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调整成这个样子的大小 好 就是不要做跟别人一模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真的我们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怎么去做一个调整 那当然 当我们今天整个做完 整个做完 你必须要把它怎么样 群组起来 所以滑鼠右键 然后组成群组 然后稍微注意哦 把这个框 拉到这个 这个边线这边 拉到这个边线 好 这边已经对到了 这样才会比较漂亮 下面 稍微放大一点 就是 什么时候注意 注意一下这件事呢 你看这边是不是 稍微放大一点显示比例 你就会发现 好像 刚看的好像感觉没有贴好 可是事项已经贴起了 你要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 好 来 我们就请你加入一个框 然后去调整成你所想要的一个大小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所以最后我就只要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当然你可以另存 另存放在自己的低磁叠机的位置 例如说我做的是卡片 好 那再回顾一下 当我今天我去预览列印 就是 这是卡片的第一页 这是卡片的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去看第二页 左边有这样子的内容 然后右边有这样子 就期待说它去解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印表机 印表机有看到吗 好 它真的会裁切掉 裁切掉我们的上面跟最右边 好 接下来 第二页第三页 第四页就完全空白 那既然是完全空白 它连印都不让我们印 可以吗 好 来 那就麻烦请各位 就是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卡片的范例 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